嗨,大家好,我是MV大學Marchbear 今天沒有看錯,我們要開的就是這兩盒 這兩盒呢,就是Kami-sama Tanrito的本人的模型SHF 今天開箱的位置比較幽默 這是我的電腦椅 電腦椅,然後加上一塊板子 再蓋上我的可愛的黏背 它就變成我的開箱桌啦 要不然之前的開箱方式有點麻煩 那我們今天就來拆吧 開箱 Tanrito 喜怒哀樂 讓我們來看看它裡面有什麼東西吧 我看到它的表情了 好像比原本在圖片中看到的更像本人耶 本人 更像本人耶 喔喔喔喔 那我們把它拆開吧 哇 等一下,我的眼線好像有點bit check 可是整體上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剛剛的亮度好像有點太亮 所以我調整一下亮度 真的很棒耶 為什麼我一次買兩隻呢 因為這次的SHF非常的機車 它喜怒哀樂分開放 真的是快把人逼瘋了 而且還是我們上限定喔 其實我對於這一隻的角色的喜怒哀樂 其實我也搞不太清楚 它從頭到尾都只有很瘋癲的臉而已 我沒有感覺到什麼喜怒哀樂的差別 呵呵呵 這一隻除了有附上了一些臉啊 以及手以外啊 它在第二組 黑色西裝版的這一組呢 它有附上了一個Dangerless drone 它99條命復活的時候 會使用的這個水管 很像Mario的水管 這樣 為了要集齊所有的臉 所以只好 兩隻都買了 這樣才會有四個表情 如果要認真說起來的話 總共是六個表情 因為 兩隻的臉 它本身又各自有一個表情在 那它附的手呢 有 拿卡夾的手 就是卡夾的手 以及指著別人的手 然後另外一隻呢 也是差不多就是卡夾的手 以及指著別人 還有握東西的手 其實兩隻的東西大同小異 主要是因為衣服的顏色不一樣 以及它臉雕給的不一樣 那我們現在就近一點看它的東西囉 它的臉的細緻度很夠 因為它這個是用3D列印的方式去做出來的臉丁 就跟那個神力與超人系列是一樣 它是用3D列印的方式去做出來的 所以臉的造型度是很夠的 我來換一張它最經典的 炎翼的臉 它的臉其實是有點稍微慘白 因為在劇中的時候它的臉是比較偏白一點 它的炎翼的表情部分呢 懷孕的還蠻OK的 就是還蠻你真它原本在劇情裡面的時候的表情 對呀哈哈哈哈 的表情 那可動呢就跟一般的SHF一樣 基本上它可動度是非常厚 而且SHF呢是非常適合把玩的一個模型 只是要小心的是這邊腳踝的部分 SHF比較容易壞的是腳踝的關節部分 那其實這個腳踝因為長褲的關係也幾乎沒有可動度 就不用太在意它了 它這次的骨關節裡面有做另外一個關節部分 然後作為它的強化可動度還不錯 而且並沒有被西裝外套術擋住 所以腳可以開的弧度還蠻高的還不錯 那至於它手拿卡夾部分呢 是要稍微施一點力氣才裝上去 不過裝上去後那個威力感真的還蠻強的 哈哈哈哈哈哈 拿著卡夾的感覺 只是說呢SHF因為它在換手的時候 關節會比較緊一點 所以在壓進去的時候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怕說這個手的那個小小的手指的部分呢 會去壓到嘛 會斷掉 所以這一部分在裝的時候 可能要不要注意一點 這個拿卡夾的威力感 真的是感覺就是霸氣的一個不行啊 彈禮斗Komi-sama 它的臉雕真的是還原度還蠻高的 或許在影片上面看起來不太那麼像 可是重點是如果說你直接買到東西 或者是去朋友旁邊有買啊 去看一下 你會發現說這個相像的程度其實非常的高 比起一開始它那個公布的時候 公布這一組的時候的照片 來得像本人很多 這真的是還蠻厲害的 這一張一點點笑臉的品 就有一點微妙了 它好像神韻沒有抓到非常那麼像 沒關係我覺得其他表情都做得非常好 這是沒有問題的 允許範圍內 不過這個水桶就有點可惜了 它好像沒有什麼機關可以使用 所以它頂多就是復活起來這樣站著而已 沒有什麼其他可以好好使用的地方 後面好像有一個插燒的部分 是可以插入支架以後插到背上 可以幫它做固定的姿勢 不過其實也不用擔心SHF本身的佔力 它的五星度就非常高了 所以幾乎不需要支架 也可以非常好的佔力 只是說我的這個 臨時桌子可能比較沒有辦法 讓它好好的站著 這很無奈 這兩支真的很值得收 雖然說它是渾商限定 目前市面上可能比較難買到 價格也會比較高 可是如果真的有看到的話 超級值得購入 不過也是只有限定 XZ系列的假面騎士迷 等一下會放一些我今天開箱完後 拍攝的照片給大家欣賞 讓大家知道說 這一支值得購買的程度到哪邊 我是MV大雄MARCH BEAR 看完我拍攝的照片之後 記得要訂閱按讚加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放在去 讓大家嘗試一下 全音樂 每一個位 接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